作词 李宗盛 命运白白如星 梦见你 谁人意 斜阳落空手回忆 相思何处忘记 斩不断爱情死伤 如果失去它 何必独把天下 即使相爱无忧无悔 只为你牵挂 恐惧无难乱世 而与我交 情死间死角 想想天堂地 当真能无常 相守到白发 只愿与你生死角天阳 作词 李宗盛 姐姐 怎么样 没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丽儿乖 您要听娘的话 长大之后保护娘和弟弟 知道吗 不哭了啊 驾 姐姐 我们回家吧 好 回家 相声 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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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あ 李华 女儿拜见母亲 女儿不祥 让母亲操心了 我等孩子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平安回来就好 李卫 几年不见 你憔悴了 人也瘦多了 嫂子 你只是看到我的容貌 我的心 早已是千疮百苦 丽华 你这次回来就别走了 你不知道 你不在的时候 母亲因为牵挂你 时常以泪洗面 嫂子 现在除了殷家 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你若想回去 我可以送你去见他 怎么 连大哥也嫌弃丽华了 你心里放不下他 否则的话 干嘛要在长安 与刘璇周旋暗中住他 还送他赤福福 是 我是忘不了他 跟随博生大哥起义三年多 经历了太多厮杀 心已千疮百苦 早已无力再战 不认识 既然他身边已经有了过山童 从今往后 我还是殷家的女儿 大哥不会嫌弃我吧 丽华 你说什么呢 你能回来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嫌弃你呢 你回来反而全家省心 你自己拿主意吧 好妹妹 姐姐 凤儿 你来了 对啊 我听说姐姐回来了 就过来看看 坐 怎么样 最近有没有什么消息 洛阳方面 诸位死守洛阳 封义久攻不下 两军正陷于焦州 这诸位确实是个人杰 不好对付 姐姐啊 我觉得既然你都回家了 那就好好休息吧 她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不想刘秀 还有公孙和丁姐姐呢 我还真想他们 时间不早了 你早些休息吧 我不累 我想留下来陪你 这神仙眷侣 确实是献煞旁人哪 妾参见陛下 臣义参见陛下 不必多礼 陛下深夜前来 是否为了尽快拿下洛阳 定督洛阳之事 知我者 莫过公孙 朕 此次带岑鹏前来 就是为了劝降诸位 如今更是乙亡 离异已死 诸位是杀害刘衍的真凶 陛下放得下 为了天下大局 放不放得下 朕 都得放 副宇 补常念冲灵启事 南阳之间 曾与宫同仇敌敗 匡扶汉时 而今更使败亡 宫本心怀大志 何必困手危老 宫不必记旧恨 若能舍成现象 保全洛阳军民性命 无定不追访 此言可见天地 绝不实之 更是第一王 阁下乃乌主之臣 死守洛阳没有异议 况且良秦则木而期 建武帝乃是匡扶天下的民主 我早知柳秀之才 只是我曾记杀柳也 这杀兄之仇 围攻 陛下胸襟广阔 人德之心 当日没有追究我小长安杀亲人之仇 如今 魏洛阳百姓 数十万将士的性命 欲绝不会杀你 陛下知你会有疑虑 托我转告你 举大使者不计小愿 功若能详 官决可保 天地作证 绝无实言 大局已定 诸位 愿归顺剑武帝 公元二十五年 剑武元年十月 刘秀夺取洛阳 驾姓南宫雀飞殿 定都洛阳 挤医 相思何处忘记 删不断爱情私杀 如果失去它 何必独拔天下 此生相爱无云无回 只为你牵挂 红尘无奈乱世而与我渣 情思争思佳 同然天大地大真爱如假 享受到白发之恋 与你生死共天涯 此生相爱无云无回 只为你牵挂 红尘无奈乱世而与我渣 情思争思佳 同然天大地大真爱如假 享受到白发之恋 与你生死共天涯 生死共天涯 没想到 刘秀这么快就定都洛阳 陛下英明神武 用兵如神 别说洛阳 扫平天下也指日可待 夫人将来便是皇后了 陛下有殷实在心 未必会立我为后 你现在有了刘强 又生怀有欲 还有你舅舅刘洋 以及河北诸将亲贵给你撑腰 又何惧小小殷姬 这好大的牌畅啊 这是哪家王侯的车辆 什么王侯 乃是陛下的夫人入京 就是那个阴家 阴丽华 什么阴丽华呀 是河北王侯之女 郭氏夫人郭山童 阴丽华 真是想不到 想不到你也有经历 为什么是这儿 而不是长秋宫 陛下命郭夫人与皇子住此宫 陛下呢 陛下在缺妃殿 与各位将军在商讨国事 命小人将夫人安置于迦德殿中休息 奴婢要向陛下赴命了 他竟然委屈你们母子住在这儿 而不是皇后住的长秋宫 陛下要把长秋宫留给谁 陛下要把长秋宫留给谁 当今汉军雄兵数十万 猛将如云 已经占据河东河北于河西地区 而邓宇陈兵河西 长安城中赤梅军军粮将近 已经无从征集 习征大军正向南推进破禁长安 收复长安 至日可待 当年在洛阳时 是朕这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幸好 是朕这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有丽华和公孙相伴 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 朕打算把丽华接回来 陛下 若要是接回丽华 该如何安置丽华 郭氏身后的河北豪强 还有甄定王 他们会如何看待丽华 还有 现在洛阳出帝 一切以朝廷的稳重和谐为主 若是要接回丽华 应当先向好万全之策 朕倒不担心朝中不稳 朕担心的是 丽华 她不愿回来 当年冲灵起事 大家一路相随 丽华对你的付出与情意 不就是为了现在吗 她一定会回来的 完了 我就替你走一趟吧 来 喝酒 那我就多谢姐夫了 陛下 如今我们定都洛阳 大局已定 该接殷姐姐回来了 我一向很敬重姐姐 倘若姐姐来了 我一定会以礼代之 夫人贤惠 和朕想到一块去了 朕已派人回南洋 借我姐姐刘皇 妹妹薄姬 还有丽华 来东都相聚 我向陛下试探 说让她接殷姬回来 没想到她已经派人去接了 虽说要大度写 可我实在不愿与她共事一服 更不知该如何与她相处 这话是必须说的 你不说陛下也会去接 倒不如主动开口说的才好看 我只怕殷姬一回来 陛下会冷落妹妹 不会的 有舅舅们在 山童一定会当上皇后 统领后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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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来此做客 殿下在洛阳稳定大局无暇抽身 不过她心里一直惦记着丽华 那日入主雀飞殿 她心心念念想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与丽华相聚 是 三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想跟丽华分享 你们夫妻分别已久 这下好了 一家子终于能够相聚了 经历生死离别 能活下来不易啊 三嫂 您就和我们一起回去 跟三哥团聚吧 我腿急发作 不便前往洛阳 况且 好不容易回家团聚了 我还想多陪陪母亲 静静孝道 自从当年太学 到如今梦想已初步实现 丽华一直跟随支持陛下 不输我们任何一个男人 区区腿急又有何妨 抬着去 背着去 丽华一下如何 丽华 你的脾气我们都知道 只是陛下现在已经是皇上了 你得体谅他 而且四方未定 他还需要亲人 在身边支持他 如今我已经是半个废人了 表兄 大姐 薄姬朱佑 你们去洛阳吧 我还得回房服药 就不陪大家了 来 各备 来 各备 丽华 表兄 你不必再劝了 我心意已决 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他需要咱们 你不必再来 不必再劝 副主的人 万一 雷兄 咱们 大姐 盟了 写人 菲娱 大姐 我 实不相瞒 我真的是累了 打不动也撑不下去了 丽华 你难道忘了这一路上 咱们失去的亲人了吗 小长安居 咱们失去了多少家人 还有博生 刘继 他们都已经走了 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一路走来腥风血雨 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 就要和亲人团聚了 你就不想再见见文淑 已经有人替我照顾他了 丽华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 在文淑心里 你才是他真正的妻子 是 他是娶了郭山桐 可是他无时无刻不再思念你 你真的就忍心不再见他了 他不仅是你的丈夫 更是你的亲人 他更知道 他不仅是他 这么做的 对 他也不仅是他的 不仅是你 他也不仅是他 是吗 他在文淑 压留 你也有话要跟我说 我是想告诉你一些 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与文殊昌诚一别 文殊被逼无奈娶了郭氏 却始终借打仗之机避开郭氏 直到险些丧命 是无憾耿眼 催文殊务必留后 文殊才终对郭氏有所谨慌 三哥真是可怜 连入洞房都要被人逼着 是啊 我是陛下的护君 陛下他心中所想所念的人 都是你啊 平定河北那段时间 陛下几乎是过温明殿而不入 宁可苏在君帐不拧之中 朱雍 我们也算少时节时 你们逼他成亲 逼他洞房 但是不要逼我 我不是想逼你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 当年咱们入太学时的理想 还有 博生林死前 将文殊托付于你照顾 难道你要辜负博生林死前 对你的嘱托吗 丽华 从太学到冲林 从昆阳到河北 再到如今 你与文殊还有我们 一起并肩作战 拼杀出来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为了文殊 为了大家 回来吧 我先想逼他 不要失去 他不上 重视 状态 你 继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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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嫂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不急 我从来没有真正怪过你 谈何原谅你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之前 我是你嫂子 现在在洛阳 你有另外的嫂子 不 我了解三哥 他心里挂念的人 始终是你没有别人 况且 旁人不说 在我心里 刘家只有一个三嫂 之前 我不懂感情 但是 和次元相处以来 我明白 真正的感情 是不顾后果 不惜代价 不求结局 为对方付诸的 而只有你 是真正爱我三哥的人 你对我这样好 不论我做什么 你都不会伤害我 也是因为 你深深地爱着我三哥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能回到三哥的身边呢 不禁 谢谢你能对我说出这些话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可如今你三哥身边已经有了别人 若我回去 请何以堪呢 我问你 如果岑元大哥另娶旁人 你也能接受吗 只要是我爱他 我爱你 大哥 我决定了 既然他派了那么多人来当说客 我也难以再推辞 我会回洛阳和他见一面 既然想好了 那就去吧 只是这一次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 李华 不要再固执了 当日你选择了他 如今他撑了帝 你二人就不再是单纯的夫妻关系了 背后设计了阴邓两家 还有冲灵起兵的刘氏宗氏势力 如今天下未凭 他不仅需要仰仗河北众将 我想 还需南阳亲族的支持 你明白吗 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但是别对我抱太大的期望 我怕我无法控制 不能平静地面对 到了洛阳 恐怕还是要令你们失望的 不 大哥不会失望的 你的难处大哥都知道 大哥也相信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经过自己一番慎重的考量 权衡轻重 此次到了洛阳 你只需全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剩下的 交给大哥处理就好了 无需犹豫 只需记得 你永远不是孤单一人 你背后有我 有我们 有咱们整个阴家 这次 这次 真的是要步步为营了 步步为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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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风绽放 顽固流放 换我红装 一个榜样 六七 我已将爱 照高天下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绝带芳华 春秋笔法 羞泪江山 你我守望 呀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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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